呃...最前面,我要進行盤前面 就是...台北是誰弄的 想要問的嗎? 就是... 對對對 好,那大家好,我是斯坦 那...說到小二... 那...大家可以叫我小二就好 我們都...他不好用自己的 對,那我盤前面好像每個人都講這些故事耶 我是不是要講這些故事呢? 哈哈哈哈 可以... 那...這張圖我剛剛已經講過嗎?就是...動漫 那我自己其實... 講到動漫或是...這塊跟設計 其實我想說,其實我今天講過的主題是 那它跟設計跟動漫有關 那我主要到這裡來講 那先講我覺得其實... 呃...很多其實想...很多對動漫或是什麼 父母對動漫或大家都對動漫 他們覺得這種窄啊或是所謂的動漫 其實粉很負面 可是我就想講,其實我覺得它影響我很深 因為我今天...不管是我今天做的工作或是我今天... 我會走這條路其實都跟動漫有很大影響 它影響我滿深 那我先講為什麼是跟人幫好了 呃...我現在做的工作其實算是... 我現在是學生 可是我現在還在接一些小條案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些關於影片的案子 比如說你今天... 遊戲你要出產你應該會做個影片 你今天...活動宣傳應該會做個影片 那之類的 那在影片的部分其實我是教人接這種事 做的案子 那...目前其實有合作過一些蠻的小公司 那目前比較大應該是... 遊戲群組不知道大家知道的 他們外包會覺得很大 哦... 不要太驚訝了 他已經把它掉了下去 對不對 不是正直的 不是正直啊 因為他們其實... 尤其是他們很... 他們你講的其實很大 他們有時候其實... 東西抬頭的時候會來不及做 他們其實會外包一些所謂的... 然後... 就是外包就對了 外包一些小案子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把遊戲什麼做好 就丟給你做 然後你就是自己... 幫他做個影片這樣 然後其實... 東西還沒有上市啊 所以還沒有丟 然後目前應該是... 然後你之後直接會丟 那...除了...除此之外 其實我自己有在摸一些 關於後製特效 另外有沒有聽過AE F的F配置蠻軟的 它其實是一塊... 所謂... 呃... 除了剪輯之外的 會叫做後製特效 就是比如說你剛剛看一下那個什麼... 呃... 假設還沒拍好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 它那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後製特效 它可能根本都不一樣東西 不是講... 比如說是綠屏 那... 它可能會做一些綠墨的處理啊 然後把它將它去包裹的特效 你知道人不可能真的... 不知道問我一下... 我就用arth Str itu 我應該是後製特有 Jeon 天哪... 那都是後製特效 那他就是一個專門做這款的 treball 你看它其實 很多人都沒講 那... 那一方面我有再摸 那...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我頭像張豆 張祖... 張祖前提外比較有趣 它是... 它是綠墨 那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其實剛有看到跟我們頭像跟我一模一樣 不對啊 有一點可惜 我們先to es 再加一把腳 那後製特效就是這塊我有再摸 所以如果有心 мире式可以來交流一下 可是我現在其實沒有在摸管 沒有很專精 還是稍微摸管 平面設計師也是我的專業 也沒有很專精 主要是在影片這塊方面比較有的人講 再講關於就是 先講為什麼你讀設計 其實我覺得跟動作很大的關係 因為比如說那種 你知道高商甚至在田志願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自己騙忙的 那時候其實本身就喜歡看忙的話 打牛是什麼的 你就喔 打開之後 我覺得大學不知道幹什麼 走出去想玩四年就對了 打開店也沒開 有沒有跟那種媒體有關 設計有關 我就要翻開就開始選 找到多媒體有關就把它填進去 就這樣 因為那時候起伍就不知道什麼設計 就覺得 沒關係我只要可以打電腦打四年 然後還有這裡有問說 媽媽我要打電腦 就這樣 好像不錯 反正不管得填 那時候起伍就有去設計什麼 城市設計什麼事 我是不懂 只想要學 就想要挺啊 就是 少年有功就是沒 然後結果 填進去之後發現 好啊進去了 是沒有錯 我是沒有記錯 我是一般懂高中生 其實 就是 我真的不會什麼都是 然後有些是那種高的上來 廣色或什麼 手櫃超強 樹苗超強 或是他們美工地 會有很多軟體什麼 我都不會 我威力有的 就是後人 而且其實我以前高中 我覺得現在講的都不相信 只有我高中是一個非常非常 內向而低調的人 我這樣講一定沒有人相信我 你知道嗎 我跟我帶回每個東西這樣講 他都說你在騙人家 可是我這次很低調 可是我這次教的是 一直都慢慢的才會 才會 慢慢訓練出口才來 因為你知道其實 讀設計很多他們是要上台發表畫號 有時候就是這樣 考著一張圖 今天你做一張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會有什麼成果發表 你做一張很爛圖 你丟在上面之後 你就要這樣穿腳 你知道怎麼樣也很爛 可能就要把他講很精彩 哈哈 其實是設計 原來你真的不好 就是世界 有化設計啊 就是一個很爛的產品 這樣丟在那邊 然後你就要把他講序 如果客戶 越來越讓你掏出這個錢 買他下 你就贏了 都做得好不好 其實有時候不那麼重要 對對對 沒有看一下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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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剛剛收了 我剛剛收了 對啊 設計其實 然後這樣其實還蠻有趣 它其實就是一個 很多系統 我都是沒有基礎上面學 所以我覺得很多 剛剛其實很多問題 就是他們想要學設計什麼 我覺得 我想學軟體 Photoshop什麼的 都沒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網站很發達 而且衛生裡面有技術 自己去找 所以說真的 其實你有興趣好可以去找一些網站 或什麼都不錯 然後 自學其實真的很難 那 講到這樣好像覺得大家 欸 你覺得設計還不錯啊 可以自己 接些案子 做做影片 或是你自己 在那邊亂扯 然後就可以做做東西 然後就畢業四年 就過去好像還不錯 大學生應該過得很輕鬆吧 所以很多同學 遇到我說 欸 你怎麼寫設計 爽欸 寫論文 教過網頁做個遊戲就畢業了 還不爽 怎麼那麼爽 他就說 那時候就會那種臉 就跟著一樣綠掉 其實真的很沒有 其實我那時候要去順便講 其實很多像 比如說很多想說 設計會跑公司 欸 你覺得設計系 我要選什麼好 設計領域真的很搭 就是你知道 光這些空間設計 平面設計 網頁設計 每一個都完全都很搭 光講平面設計好 可能就分 非常多人 一間公司要專門 就平面設計 可能就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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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你不可能每個都項目專門 你一定就是可能擅長 其中平面設計的一項 你會 就很厲害了 因為他真的太大贏了 而且人真的很多 那 這只是一個 像很多旗圖設計師 我覺得沒有那麼輕鬆 是因為其實你真的在 中間工作很多 他其實很 有一點講天分 也有一點講靈感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一張白竹 就丟到那邊 哇 到我面倒上還是一張白竹 你就沒有靈感啊 你可能就是 哇哇不對就丟了 或什麼 你其實做好不好 或是有沒有用心 你隨便拉的東西 老師一看的時候 你自己已經隨便亂拉了 其實設計他真的不是一個 那麼的好 而且很多其實你知道 所謂的爆肝 很多系統他會覺得說 欸 那個 就是我昨天 感到我們爆肝 就是 很累 你設計問到是 欸我這樣肝指數多少了 齁齁齁齁齁 快了沒 要不要快了 要費夠不夠啊這樣 爆肝是實以為常 就是真的是每次都要改 因為他做量很大 尤其是像這種 沒有基礎上去的話 你真的就是 沒人可能有打十年的美術基礎 你沒有欸 那你就只能用 益力跟 耐力跟時間去平 就是不斷地做 做到那個水準 然後就是 才能夠交出去這樣 其實有點 有點自虐的一個可笑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並沒有想要公布毛 可是 還是蠻多想要跳進這個坑裡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覺得這名字很好聽嗎 就覺得說 台灣設計師好像就不錯這樣 可是真的 像我剛剛講的 雞排這件事情 很多很多真的是你知道 網路上就流傳一張圖說 你二歲出去走 你是一個美工 三十歲也是一個設計總經 三十五歲是個老闆 三十五歲就是雞排店老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很多人他們可能出去 這樣 尤其台灣公共事務說真的 像設計對他們真的是 不是很好 他其實真的很多 你知道 出去之後他不斷操 就是加班 什麼工作業 不讓你修行 責任制 你知道三十五歲 你乾壞了之後 也沒有勞健保 你就退休 然後就換新內地獎 他其實 這行業其實 競爭很激烈 而且 健康力是一個很大的 因為很多人 不轉換到賣地台 也不是沒有原因 對 欸我發現我時間不太夠 那我最後講 一點的 宅就不放 我都被講什麼宅 我反正沒有什麼人宅 可是大家說 好 楊墨春日的憂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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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 我看楊墨春日 你是楊墨春日 你 自信 自信才會看得出來 對 好 OKOK OKOK 好 那我剩下五十秒 沒有問題 我可以把順序記住 這是我的專長 蛤 蛤 蛤 對 講我覺得樂宅是你有趣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想要追夢自己 那我其實一直覺得 我其實有點心裡有點悲哀 然後很多人覺得 你設計 你興趣跟工作 同一個東西 好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只是反過來講 你也自己蠻悲慘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沒有自己所謂的興趣 你的興趣就是工作 那我現在有點像這樣情況 那 當然我不覺得這件事情 我其實還蠻樂哉的 不像我講自己的樂哉 為什麼叫樂哉 因為我覺得 也許 他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很自主吧 就是其實 我並沒有什麼賺很多錢 肝也沒有很好 東西也沒有很想 也沒有很有名 好像也沒有什麼意思不成 可是我樂哉起不早 因為我做過習慣的事情 那即使 即使我覺得 犧牲很多東西 可是我 達成我自己的心中夢想 也許對每人都真的不是夢想 可是 這是我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 這樣就夠好 樂哉吧 這是我的生活態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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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